后三十年我觉得西方对它的神秘感 或者觉得它不透明什么等等 我觉得神秘也好不透明 不能建立在说你对它的不理解 它就是神秘 它就是不透明 一定要跟你的制度完全一样 这才叫透明 我不认为这样子 这个大的国家起来了 它对世界有影响 是别的国家要去理解它 并不是说你要跟我一样 你才是什么什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刚刚你讲的这个BCC的调查 BCC的调查实际上是两部分 一部分它的negative的这个image 这个负面形象 另外一部分也承认它是一个大国 OK 不管是Pill的这个调查 或者BCC的调查 或者其他很多的调查 都认为它是一个大国 那么既然它是大国 那你就有责任有义务去了解它 不是一定要人家来迁就你 或者是这一点呢 在西方也好 在我们台湾也好 就有很多这样自以为是的 那样的一种不自觉的 不见得它就一定是这样 但是它不自觉会认为 你一定要跟我一样 你才是如何 刚刚这个战争的时候讲到 它这个可不可预测 我觉得它的可预测性 其实是蛮高的 比如说也许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比如习近平 大家说他会军委副主席 他并没有告诉你他要做 这也从来不是他的习惯 只是你媒体认为说 这是他的习惯 所以你这次就应该这样 我想这个不是 关键是关键是我们怎么去 我们有这种优势 我是对西方人来讲 你怎么去了解东方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嗯